人家的猫鸡掌 我家的猫鸡掌 八条 鸡掌 嗯真乖 刚才我钥匙不想一找这个洞 是 太深了我也够不着啊 八条过来 帮我把这洞里钥匙够出来 样先瞅瞅钥匙在哪 吵枣了 哎 钥匙上来了真棒 这就掉下去了 再来这边 八条真棒 这个掌 今天在八条出门的时候看到一只米通 然后八条就 八条 然后让我看看你鼻子是不是被钉了 让我看看你鼻子咋了 你也看 让我看看呗 让我看看 咋子咋了 让我看看 看看鼻子怎么了 你还好 让我看看 我这鼻子看啥就没脸见人了吗 今天让你们看一下八条是怎么帮我拿快递的 走喽 到驿站了 取完快递 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八条了 八条是认路的 所以我基本不用管他 他自己就会拉着小飞车往家走 遇到这种小台阶就得帮他推一下 要不就说八条聪明呢 因为他知道自己拉着小飞车 所以不会从草地上走 而是走旁边的小路 因为单元门长得都一样 所以这里他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不是我们的单元 就继续往前走 就要到家了 明显八条开始加快脚步了 这里八条判断失误 拉着小飞车就要爬楼梯 结果发现上不去 就带着快递找电梯去了 帮他按一下电梯 到家喽 嘿嘿 完了 八条又跟咬我一口爬舞顶上去了 这会儿不把他抓住 待会儿就得满咬去追他跑 八条 过来 快点回来 这会儿用正常声音叫他已经没用了 八条 快点回来 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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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真乖 对快回来 真乖 你他妈的 你死定了 对你夹子说话在打理我是吧 自从上次咬我一口 帮我把大壮找回来 我就明显感觉 猫的智商一定是被严重低估了 所以这几天我一直在努力 叫八条说话 吃 吃 你要吃啊 吃 吃 爸爸爸爸 真乖 结果以后都不能赖床呢 哈哈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 出去玩 要出去玩 出去玩 行 我带你出去玩 我去 这外面怎么回事 虽然知道郑州这两天天气不好 但是没想到一觉醒来 树都快被吹出了 估计八条是没玩够 硬是抱着扫帚不让我扫 又开始下雨了 咬我一口不在院子里的 赶紧把他喊回来 瑶瑶 下雨了 瑶瑶快回来 哎呦 你又去哪玩了啊 再给爱心小屋里加点冒凉 好让那些小流浪们过来吃 八条下雨了 快跟我进屋 你是真惊啊你啊 冒凉没了是吗 我也真是服了 你简直就是个人惊 八条特别喜欢玩跑步机 自从把他养到屋里以后 他每天都会用那个发声按钮叫我起床 让我带他去院子里玩 但是今天早上我睡过头了 然后就在监控里面看到了不得了的一幕 先跳上跑步机 沿奏了一下跑步机的按钮 打开了主开关 又按了三公里数的按钮 看到跑步机运行了 就跳下来 先试探一下 然后 你永远也想不到你最懒教的时候 你家忙已经开始卷你了 发死了 最近买了个摄像头 打算看看八条的视角 最开始摄像头是放在八条的后背上 因为不好固定 画面很容易歪掉 而且抖得厉害 所以我就求助了老妈的针线活 把八条的背带做了个改装 改装完以后是这样的 给八条穿上试试看 是不是还挺帅的 接下来看看八条的视角吧 先是叫了我医生 然后跑向交流按钮 出去玩 出去玩啊 出去玩啊 好 等个开门 发现小胖在外面 把跳不爱跟肖胖外 犹豫 看到木木也在就放心了 因为肖胖乏风 木木都会愁它 先寻思一卷 从小门钻进猫屋 检查猫粮管 着离没有尺 而是用鼻子仔细地监察 发现动杆被挑完了 生气 因为屋里它的动杆也被挑完了 养着除了完 目的就是要来挑动杆 虽然动杆没了 但还可以吹空调 挑了个正对着空调的位置 准备咳睡了 今天线到这里吧 明天样拔条带大家出去留的 坐下 你多少钱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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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八条真棒 是 noi 人 人 干吗 又想吃又想出去玩是吗 快点快点 出来正好看到姚姚的前女友在屋顶上 给她喂个罐头 咪咪 感觉这个前女友好像有点长胖了 不对 她这到底是怀孕了还是胖了 看了一圈还是不确定 得再观察观察 主要是姚姚跟后脸皮肚都给她绝育了 要真怀孕的话也不知道是谁的 小母妈在屋顶上吃罐头 姚姚在门头上坐着看着她 这画面还挺和谐的 到了晚上我发现我院子门头上多了四个小的帽 姚姚 你这是跟你前女友一块帮我看家呢 之前说过给后脸皮子绝育以后就正式收养她了 咱们要的猫都有定位器 所以也得给她安排上 八条 我们出去找后脸皮子给她带拨圈吧 好不好 不想去 那霍脸皮子没拨圈遇到坏人怎么办呀 听话咱们去找她 好吧 好的 对嘛 八条最懂事了 是不是 走吧 我们去找她 开门 咻咻咻叫人家后脸皮子在一块 咻咻 你干嘛呢 你在看着后脸皮子吗 后脸皮子 这给你的礼物 不用谢我 费了半天劲 好不容易才把薄券给她带上 之前听小区里的保佳姨说过 后领皮子是被人遗弃的 怪不得她的性格跟其他流浪猫不一样 这也是我决定收养她的原因之一 虽然她现在已经习惯了在外面自由自在的 但起码以后想回家的时候 随时都有一个家可以回 我豆八条的养养玩的时候 她一直在远处看着 估计小家伙们之间相互接纳 还需要一段时间 整个慢慢来了 换点皮子 换点皮子 要 吃 冬季丸 要 爸爸 啥都要 你个小猫咪怎么有贪心啊 最近天气回暖了 正好带八条去春游 听说湖里面多了很多野鸭子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遇到 瑶瑶怕生只能让她看家了 瑶瑶你好好看家哦 这一路八条都激动的一直盯着窗外看 到公园以后发现有人在拍婚纱照 她也忍不住站着看了半天 可真是个耗时惊 八条 你不去看小鸭子了是吧 到湖边看到小鸭子 八条激动的想往围栏外面钻 湖面上的鸭子还真不少 它们还特别灵活 时不时就会钻到水里去抓鱼 不知道八条是不是看它们抓鱼看饿了 拽着我一直跑到了水边 要不是我拉着它 我感觉它也想跳下去 抓两条鱼上来尝尝 好在今天特意带了 八条很喜欢吃的狗文案罐头 每次一打开盖子 你能闻到很香的鲜肉味 而且高蛋白低脂肪的配方 一点都不影响八条的健美身材 八条一只猫一次就能舔完一罐 吃的可香了 八条回家了 到家喽 这个咬咬还在上面看着呢 看家都看困了 走我给你弄好吃的去 小管家今天这么辛苦 大餐肯定也不能少 快吃吧 这路边捡的小木棍 就是最好的斗毛棒 八条每次都玩得可开心了 咬着 对 这样捡着就可以拿走 然后你待会我把它扔出去 你把它捡给我 见没有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昨天晚上我进院子 发现姚姚又把女朋友带回来了 这回她俩是直接一起住在小屋里了 姚姚 俩二人世界呢 没想到今天早上姚姚的前女友又找上门了 也不知道她俩聊啥了 反正看姚姚的表情就觉得她很头疼 她俩聊完以后 这前女友还跑到小屋里蹭饭去了 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狂风大作 你现在不是厚脸皮子的女朋友吗 怎么还来我们家蹭饭呀 等到下午我在进院子的时候 真的是被姚姚的操作给我震惊到 你在干嘛呢 你在干嘛呢 哎 你那个前女友 哎 什么鬼 我属实是想不通 姚姚都已经绝育了 居然还这么受欢迎 而且她们三个待在一起还那么和谐 你也太厉害了吧 没事后脸皮子 这两天我带你去把蛋尬了 你就没有那么多烦心事了 我这都是为你好 小猫咪撒起娇来 谁能拒绝得了 嗯 要爸爸抱抱啊 干嘛呀 受委屈了 那我给你弄好吃的哄哄你吧 吃完了再带你出去玩吧 嗯 一定要出去玩 就高兴得不得了 小胖了在门口等着了 院子这棵海棠开得特别漂亮 木木每天都在屋顶上赏花 有风吹过的时候 还会下起花瓣雨 看小胖在地上躺着 多惬意啊 天气那么舒服 小管家也不会偷懒 他每天都会在门头上看家 姚姚 辛苦了 让我意外的是 后脸皮子居然和大嫂门子 一起回来吃饭了 上次后脸皮子的博圈被人给摘了 不是大嫂门子回来报的信吗 从那次报完信之后 他就在我们家不走了 不过他对后脸皮子的态度真的很差 估计他是在埋怨后脸皮子 你有那么好的蹭饭店 居然这么晚才告诉我 估计这骂得也够难听呢 后脸皮子 你混得也太惨了吧 你说来家里面 瑶瑶天天骂你 现在连给你送信的小弟都骂你 让你天天到处蹭饭当渣猫 这回知道了吧 还是我最好 来让我安慰为你 八爪刚才一直冲我叫 估计又想出去玩了 你是要出去玩吗 要 是的 出去玩可以 不许打滚 好的 开门 八爪每次出门都急得不得了 他一出来呢 大壮也跟着出来了 不过这个大壮 我给他开门他不走 偏要飞檐走壁 可能他觉得自己这样很酷吧 晒太阳的时候 几只猫都在我旁边 唯独没见八条 找到他的时候 发现他在草丛里打滚 八条 你还怎么能够躲在里头打滚 里头土都是湿的 我的天 你敢想弄的 我说删你 脏死 脏死 脏死了 不许玩了 回家 快点进来 慢慢悠悠 真是个熊孩子 你真脏死了 一天天就知道脏 弄得太湿了 得用我的来分高速吹风机给他吹一吹 这个风力特别大 干得很快 还没啥噪音 给八条吹也不会排斥 平时我这个长度的头发 一两分钟就能吹干 涂涂的懒人速干神器 那只智能温控芯片 不用担心过热 用起来更放心 还能释放两亿负离子 吹吹的毛发很柔顺 以后不让你吹玩了 你就是个小骗子 咋的 你不是小骗子吗 因为盖了个猫屋 就总有人说 你家猫又你这个主人真幸福 但我想说的是 就因为有了他们 我现在连嗑瓜子都不用自己踩垃圾桶 犯困又不想下床的时候 八条会去帮我关灯 出门取快递的时候 木木会过来给我当小保镖 走一路的时候 咬我一口 远远地就打开了手电筒 过来给我领路 所以你说幸福的是他们吗 明明是我才对 爸爸谢谢 晚上散个步又被猫碰瓷了 嗯 上次后领皮子的薄圈被人摘了 不是这个大掌蚊子过来报的信吗 可能就是那一次 他尝到咱们院的饭好吃了 彻底赖着不走了 每一次我进院子 他都在等我 爸爸们走 过来 我喂过他几次之后 他就认我了 随叫随到 而且摸他的时候 他还吐个舌头 感觉特别享受 不过让我比较无语的就是 别的猫蹭饭想蹭饭 他蹭饭想打劫 晚上我带咬咬散步的时候 他还过来拦我的路 哎呀 你撞到我了 快陪逛逛 你把咬咬都吓跑了 然后他就一路一直跟着我回到家 还直接跳到院里边 扒条他们呢 居然也不凶他 看他一直扒了猫窝的窗户 想进去 我就打算叫他用猫门 大嗓门子 过来 你看 这个门是可以打开的 就能进去了 你试试 没懂 你给他示范一下 进去 也进去 对呀 有了咬咬的示范 大嗓门子就明白啥意思了 然后就从猫门钻进去了 这猫跟猫之间 真的是有区别 后领皮子每次回来都挨骂 这大嗓门子都进猫屋了 其他猫也没有凶他 第二天一早 我发现这个大嗓门子 居然跟瑶瑶一起 在院子的门头上看家 不过这个大嗓门子 实在太难闹了 他那张嘴巴巴的 一直不停 能看着瑶瑶 对他真的很无语 真反应 我看看 蛋蛋还在不在 滚 来我们院蹭饭 都得嘎蛋 不请你问瑶瑶 对吧 瑶瑶 你准备准备啊 过几天就带你去嘎 今天要翻新院子里的猫爬柱 再给猫屋添置点新家具 让八条拉了一车麻省 回去缠猫爬柱用 他这拉车的技能 估计把小狗都看呆了 八条 你快点 你看我这车病拉得多多了 我还比你走得快 到家咯 这两天刮风 院子里吹的全是落叶 得先打扫干净 之前做的猫爬柱 咬他们都特别喜欢 已经给玩烂了 现在得给他翻新一下 第一步是要把之前 固定的钉子拆下来 小胖可能以为 我要把猫咪最爱的玩具 给拆了 赶紧过来拦着我 拆麻绳还挺费劲的 得一圈圈地绕 重点是八条 他们还捞捣乱 拆完以后 还得把刚才八条 拉回来的麻绳缠上去 这个过程真是费石油费力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回每一圈都得用力拉紧 这样才耐用 上次的猫爬柱 你们都说不够高 所以这次我直接给他安排到顶 最后用钉子和胶水 固定一下就大功告成了 看来猫们对这个新猫爬柱 还是挺满意的 尤其是瑶瑶 都直接爬到顶上了 最近除了给他们添置东西 我还从德物入了个 平安扣麻绳手链 希望今年平安顺遂 图个好彩头 德物只要一百多 评论区还有机会 抢一千元无门感券的 还是品牌直发 正品有保障 大家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击评论区 入手同款 之前猫屋里 一直缺一个舒服的睡觉地儿 所以我又整了一个小帐篷 还有一个猫爪床 刚放好 我和沐沐就进去休息了 然后八条也催我进屋 估计拉脚车累着了 一进屋退往帐篷里钻 八条今天表现不错 等你睡醒了 我给你弄好吃的 骗人 谁骗你了 那要不然我现在给你弄 好吧 上午说要带八条去逛商场 他现在开始催我了 急的 你就那么想逛商场啊 是的 是的 那走吧 到商场以后 可给八条高兴坏了 每路过一家店 他都得进去逛逛 最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居然还被粉丝给认出来 是不是八条 对 八条 可以 刚开始我还担心 我直接同意别人摸八条 他会不会不高兴 后来我才发现 他根本就是上杆子 别人一摸他 他就得意地把尾巴往上一撅 逛累了 他就知道找我要吃的 补充体力 我吃饭的时候呢 他也特别乖 就像小孩一样 坐在腿上等我 后面我们又遇到一只小狗 他特别喜欢八条 追着要跟八条玩 八条的脾气也是真好呀 人家都骑到他头上了 他都没生气 不过这小狗实在太热情了 八条实在受不了了 就拽着我赶紧跑 走了八条 我们该回家了 最后商场都关门了 八条还恋恋不舍的 想进去再玩一会儿 不过小孩就是小孩 再嚷嚷着没玩够 只要一上车 就立马睡着了 猫屎居然可以换青菜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两天邻居奶奶给我发消息 说想找我要点猫屎 回去种菜 还说让我拿点菜回来吃 咱就说菜不菜都无所谓 主要是我想做好的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现在带妈条去送猫屎去 他就喂这个小猫 我喂了好几个 难道是嫌果拿来的猫屎太少 谢谢 没事没事 谢谢 这就走了 奶奶你是不是忘了点啥 可算响起来了 没事不用了 不用不用不用 跟着奶奶去拿菜 先来点小葱 再来点青菜 可以了可以了 再多我也拿不下了 走了八条 快走 还来着不想走 走了 太开心 准是守候满满的一天 见过洗澡 这么享受的小猫咪吗 下午带八条 在小区里看小朋友玩水 结果一不小心 他就湿了 然后我就赶紧 把他带回来洗澡 看他的小表情 好像在说 把服务都给医安排上 再来个头部按摩 小玩具也得安排上 好了别玩了 把头抬起来冲干净 也太享受了 八条可能真的觉得 自己是条狗 一般猫都怕水 但是他不怕 要不是我拦着 他恨不得跳到小区的水旗里玩 小区的草坪上 有很多这种小洞 八条是见一个掏一个 这些洞都还挺深的 要是掏出了个兔子 或者刺猬啥的都还好 万一掏出了个蛇 那我看是真的无语了 关只手继续掏 光这些洞 才能玩整整一下午 玩累了就跑到旁边树底下歇着 我不是猫吗 还吐舌头了 前两天晚上 我家狗抓了个刺猬回来 我打算第二天白天 帮他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皮虫 然后再放他回去 第二天 狗子兴奋地让我快去看看刺猬 哎呀 这笼子让你燥的 时间仿佛回到了一个多月前 从一个笼子同样地遭遇 算了 赶紧先给他检查一下 有没有皮虫吧 非常干净 一只皮虫和跳蚤都没有 看这老兄还没睡醒啊 毕竟侧位是夜行动物 等晚上他睡醒了 我再送他回家 下午五点半 郑州市一秒黑天 狂风大作 雷雨交加 你干嘛呀 救命啊呀 你现在冲钱吗 然后我就赶紧给他挪到了屋檐底 这个如花又被淋得没个狗样 你们仨就先在这一起避避雨吧 第三天早呢 哇 这老兄在这儿泡药浴呢 药浴泡完 咱就变精神了 也不知道这一夜 我这院子到底经历了什么节呢 感谢上天的 晚上十点 终于可以送你回家了 你这伸了一只手 我是在跟我拜拜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 拜拜快走吧 有缘再会 院子里来了个新客人 啊 你可是急啥呢 啊小胖 看这狗子急的 啥呀 这个啥 我看 你是刺猬 啊 我比狗子还激动 刚才还在这儿 没了呀 找了一圈 一无所谓 本来都打算放弃了 万万没想到 你那嘴里叼了个啥呀 嗯 哎 你怎么把刺猬抓过来了 哎呦 你妈 哈哈哈哈 你把他叼哪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叼了个刺猬 你这不扎嘴吗 你 你 吊的刺猬就往家跑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开门 等我开门 啊啊 这咬伤啊 放放放 小胖 松松嘴小胖 松嘴松嘴松嘴 松松嘴 哎对对对 好好好 沾满了狗毛 嗯 哎呦 好可爱啊 嘿嘿嘿 哎呦 他这边好可爱 给他放到 等得吃啊 狗粮就行 啊 他是狗粮 肯定 他是杂食动物 啥都吃 给你碗水喝吧 你今天就先在我这住一晚吧 明天白天光线好的时候 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上有没有皮虫 如果有的话就给摘下来 然后就放你回家 把手伸到猫面前 就能测试出你有没有打过猫 别打我 我认输 紧张梦见你啊 梦梦好乖呀 是什么的梦想 呢 看我到了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